大家好 這次來分享第五彈更新後的太刀配裝 這套是比較適合圓月體系的配裝 因為流的我不愛玩沒特別研究 這次卡普空沒有鐵頭終於把圓月改成人類可以用的樣子 原本不愛用圓月的現在可以來嘗試一下 不像之前那個什麼爪最後給輕武器施捨一個軟化豬就當沒事了 咳咳 這套是只有一個葵翼強化裝備沒有護石的基底配裝 已經可以直接用了 還可以另外搭配你的護石裝備詭異強化 還有你的狩獵操作習慣去加技能 武器藍龍刀 優秀的面板之外藍龍的武器還有從技增傷效果 無敵 那個水鼠當作送的就好了 頭是用詭異克服鋼龍 主要是要他的暴風殘身 減少翔衝冷卻時間出一擊就很好用 但有一個小問題就是大師等級要120才能打克服鋼龍 不過相信各位應該都達標了 Easy 如果你的葵翼強化裝備或護石有這個技能就不用綁定這個頭 衣服穿藍龍的 主要是要他的天衣無縫 出一擊就可以 一擊的發動條件是與大喜魔物進入戰鬥狀態30秒後發動 遊戲裡的技能說明是說不能受傷害 亂講 只要在發動前30秒內或發動後 不要被魔物的攻擊打飛就可以發動或保持技能效果 像狂龍陣的扣血就不會影響 用鋼星抵消攻擊也可以保持天衣無縫的效果 進到戰鬥狀態身上會有雲霧把你罩住 30秒都沒被打飛可以發動技能 那個雲那個霧會變多一點 被打飛會重置發動需要的時間或解除發動狀態 發動後的效果比較多 但主要是他切出時的回斬位效果 回復的斬位很多 這樣就可以不用另外出保斬位的技能 不過還不熟的魔物常常被他打飛的話 還是配斬鐵或打人翼比較實在 手、腰、腿都是葵翼克服天迴龍 主要是要他的狂龍陣祥 發動條件是克服狂龍陣 效果是加一隻翔蟲 3級的時間是90秒 這樣加上野生翔蟲最多可以到4隻 如果收武器的話大約3秒後效果會消失 用特殊收刀或威和效果不會消失 狂龍陣祥是沒有附狂龍陣的 所以你還要搭狂龍陣10才有附帶狂龍陣的狀態 這三件裝備本身就有帶狂龍陣10 3級 不過這邊可以看到我裝備有一件有魁翼強化 強化什麼呢? 就是把狂龍陣10減1級 為什麼要減1級? 3級狂龍陣10跟翔的效果時間都是90秒 這樣他們效果會同時結束 翔的有效時間就會有空窗期 那把10減1級 1跟2級的10效果時間都是60秒 這樣10的效果結束後又會出狂龍陣的狀態 這時候翔的效果還有30秒 你就可以提早去做克服狂龍陣的動作來重置翔的效果時間 反正12跟3級的效果沒有差很多 不如像這樣再續一隻蟲 但有一個小小問題就是 大師等級要160才能打魁翼克服天迴龍 不過相信各位應該都達標了 Easy 這個是插完珠子技能的狀態 太刀基本款就是收刀3、翔蟲3、超會心3 暴擊率湊到100% 但是藍龍刀有-25%暴擊率 所以要湊到125% 看破40%、弱特50%、狂龍陣1025% 這樣還缺10% 你可以用武器葵翼強化的插槽補 或是用護石跟裝備奎翼強化去補加暴擊率的技能 但有一個小小小小的問題就是 這個達人2的珠子需要用到奎翼研究241級的 克服天迴龍跟克服天迴龍的素材 不過相信各位應該都達標了 1 1 可以配個鋼心增加容錯率 這樣配下來這套裝備還有3個一級洞是空的 那這次有點懶又不是很懶的配裝就這樣 你的護石跟葵翼強化自己配 掰